这牙科密衣抓不怕再度重操就业 有名简性男子2002年违反医师法被法院判刑 出狱之后呢还是多次从事非法的医疗行为 2016年的时候他现在北投营业被查获 这两年又转站板桥 拆掉了旧招牌 采低价促销来吸引顾客上门 因为这密衣呢只收预约的客人 所以卫生局稽查数度扑空 这个月他再度查获了一次非法诊疗 被移送新北地检证办 诊所铁门紧闭招牌上大致都被盖住 没开门营业还真看不出来是间牙科诊所 不过仔细看门口贴了牙科电磷纸条 显得格外神秘 原来这间诊所的牙医师根本没执照是密衣 这几年陆续被查获却还持续营业 他就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才会营业 有一阵子啦 有一次有看到他在搬医疗器才进去 新北市板桥这间牙医诊所 门口两块招牌全被色块盖住看不出名称 对比Google街景照片 以前叫大福牙医橘色招牌 现在改名称叫郑勇 招牌也变白色 非法职业的简性男子 之前还曾在北投违法看诊招查获 上个月又被镜头捕捉到疑似他的身影 没想到五月又爆出转战板桥 有用一些低价的促销方式 然后吸引民众过去看 那这部分网路的广告部分 在违反医疗法的部分 我们也都已经有采发他了 简性男子早在2002年 就违反医师法遭判刑两年 2007年出狱后继续非法看诊 三年前在北投就被查获 接着被判刑八个月 他却顾忌重施 去年九月 今年五月 在板桥频频意味涉及密衣行为 被检举 卫生局抓一次 就移送一次地检法犯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轻信 网路不识广告 让密衣再没有机会赚黑心钱 这段缓轮侯正伦 新北市报道 或许首人